我們過去的印象真的差很多 因為過去打翔在 兄弟的話 他控球是比較 會有比較多的狀況 對 速度很快啦 不過那時候控球上會比較多一些 比較不穩定的狀況產生 不過 看他到目前為止 尤其是到台剛之後 他其實 陸陸續續你看他在投球的表現 雖然速度可能沒有過去那麼快 不過在控球上 明顯就是進步 在跑 這時候又選了一個 四壞球的保送 所以並沒有採取太保守性的戰術 是對的 哎唷 還是沒有投進來 不可能 對啊 這一球打到右半邊 右外野手往後 哎唷在界外區 這時候呢 雷上的跑者都 哎唷 第二個這要小心save 形成一個高飛犧牲打 在界外區接到之後呢 雷上的跑者 全部都往前來做推進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兒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 中心兄弟 Twitch頻道 還有鎖定我們的 Podcast 兄弟你來說